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撕心裂肺的认罪悔改 总是在这个表面上 我自己呢对自己呢也是特别的不满意 所以这次呢我下决心 我要认罪悔改 我要下决心 我要撕心裂肺的来认罪悔改 来认我的罪 因为我身上的牛皮犬 已经折磨我了整整五年 在这五年期间我受尽了折磨 到处寻一问药 花钱不说 最关键反反复复 我做过破除咒诅 也参加过许多的特会 效果呢的确是不明显 四月十一号呢 是我进食的第三天 我从早上我就跪拜在那里 我从早到晚上十一点 我一直在祷告 我一直在向神认罪悔改 一幕幕的罪 让我痛苦不堪 我觉得我是那么的误会 从昨天开始 我身上的牛皮血 明显的就有好转 皮血少了也没有痒 今天也确实我要给见证了 明显的薄了 也不痒了 而且我身上腿上呢 感觉到呢 皮血少多了 在这里 我要大声的为主 先做见证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你是医治的神 你是大能的神 你是慈爱的神 你是有超自然的神 在我做见证的时候 我就在祷告 我说神啊 你开启我的口 让我讲出 为你做自认证的话语 没想到呢 神再一次的医治我 我就感觉到我浑身的发热 我感觉到我脖子 好像被这个手推着 柔柔的推着 我现在呢 我头上的这个血啊 牛皮血 已经基本上没有了 之前啊 我真的不敢这样的摇头 我一摇头 头上的头皮血 牛皮血的头皮血 就像雪花般的落在衣领上 就为这个 我真的是非常的苦恼 我不敢穿黑色的衣服 我就感觉我的犯罪 凶辱了神的名 因为我真的是 在这几天里 我得到了医治的感能 今天是我禁食第六天 宝林牧师说 要禁食到十九号 那我就坚持下去 我在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宝林牧师 带领我们 做皮麻门徽的课程 我也想通过这几天 把约纳书 把以斯帖 把这 戴伊里和悦尔书的四件书呢 我要做透 感谢组的带领 我这次呢 买了几个U盘 我们的带领者呢 让我每个星期一 来在我们的 祷告祭坛前 给大家播放 皮麻门徽的课程 让更多人 得着救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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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